歡迎邵環 好 大家我終於再回這個台上 我發現我剛剛自我介紹忘記講我的名字 怎麼來的 大家聽過一段詩叫做 少小離家老大環 環 然後後面一句是相應無改 OK 所以這名字就預示了我不斷飄泊 而且福祉還整天亂長 不過當天有提掉啊 今天很乾淨了 好 跟大家來簡介一下我這段時間 過去這半年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過去這半年呢 我帶著我的電腦 就是我錄音的裝備 是這樣 多點囉 看你的身後 是是是 對對對 好 過去這半年的時間 我帶著我的電腦 我的廣播設備 然後去全台灣訪問各地的好的老師 請問他們這些 最教育的想法跟看法 過去這去年下半年的時間 那我終於在年底 好像是12月 22號左右回到台北 然後之後就開始有些分享機會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 一個大學生不要命去休學 然後環島的一個烏烏正夜的故事 好 那故事開始 總要有一個起頭嘛 那這個起頭就是來自 我們今天的 也是月翔學長嘛 可以在場 就跟老師上面有提到說 高光環班 高光環班 那老師稍微介紹過 那時候我們 我之後跟學長說 欸我們下學期社團 我們就是有個服務機會 跟著學長一起去 去學習去見習 那時候我因為是想帶社員們去 結果發現 這個沒空的沒空 那個太遠的太遠 最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 跟著學長 OK 學長絕對不是那個 說只剩下我而已 道貼 是是是 我怕他當中講完 就完蛋了 好 但是我去 在高光環班 其實我沒有多想什麼事情 那時候講說 就是去看看學長怎麼帶班級 可是去之後 我發現我有三個舞姿 第一個舞姿是什麼 第一個舞姿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跟他們怎麼互動 他們怎麼講話 怎麼聊天 他們關心什麼 他們在意什麼事情 完全插不上嘴 我完全不知道 怎麼跟他們互動 第一個舞姿 不知道怎麼跟他們互動 第二個舞姿是 當他們聽到他們一些背景 可能做一些什麼 可能嗆老師啊 跳課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怎麼 這麼傻 我不會說那麼壞 我覺得怎麼 你們知道這麼做 就會倒楣 就會被學校修理 為什麼要做 這麼傻的事情 是第二個舞姿 就是我不懂他們在想什麼 那第三個舞姿就是 我完全不懂他們的背景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來 那學長再繼續問他們一些 可能家庭背景的時候 發現 一樣在台北市 可是卻有不一樣的 來自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世界 像我們可能一路 很順遂的考國中 考高中 考大學 一路很順遂的上到 可能師大 海不出的學校 可是在另外一個 在台灣 在台北 同一個世界裡面 卻是有另外一群人 在他們生活的環境 在他們背景 有人是要半夜 打整個打夜班 那回到學校 只能睡覺 或者是要住護家界 或是自己的商務費 要自己賺 我完全不懂他們 但是我卻旺自地去下一些評斷 覺得你們怎麼會這樣 所以覺得自己真的 說真的那時候 會有種羞愧感 覺得自己怎麼會這麼蠢 做出這種事情 那我就覺得自己 那我就覺得自己 又有另外一個疑問 就是 到底怎麼了 到底怎麼了 不是說教育 是讓人翻身的一個機會嗎 但是 在高中法班那時候 感覺像是 這群孩子 這群學生 是在班級拋棄的 不要的 你這個感覺 那班上是亂緣 但是另外帶一個 另外開一個班級 你在那邊玩得開心就好 我會覺得 教育為什麼編子是一個 好像不是幫助別人改變自己的命運 而是一個階級複製的一個道具 我覺得 教育好像不是這樣吧 教育應該不是這樣吧 雖然我在師大 我們有時候教育學生 但是 應該不是這樣吧 我們那同學 將來做老師 應該不是 應該沒有人想要害學生吧 但是為什麼變好 他們就被這樣丟在這裡 那時候就開始有很多的疑問 一直一直 我要幫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我就 想說 算了 別再想 乾脆去問好了 我就開始想說 我要做個計畫去訪問 我要去跟那些有經驗的老師請教 既然我不懂 我就去跟他們問 既然我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 那我就去看清楚這個世界 所以最後之後 開始有這個規劃 開始決定帶著廣播招具 去訪問全台灣 那我開始想說 只在台北不夠 我就決定要去環島 那環島 如果老師們都休假 還休假去 那可能看不到他跟學生什麼互動 那就 好吧 那就休學吧 看大家 看他們怎麼樣頒級 怎麼上課 有沒有跟學生互動 怎麼樣去陪伴台語 之後 就開始有這個計畫 那時候大家可能覺得 哇 休學好像不太容易吧 就是 要做這個決定 其實這個決定 對我來說是一個 相對簡單的一個選項 因為我自己思考過 因為我確定我會回學校 把我的畢業開始拿到 所以我只是晚別人一年畢業 放心啊 我從學回去還有很多還在學校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規劃下來 其實我想下以前之後 就是OK啊 就是這個 這個成本是我可以承擔的 但是 有另外一個東西 一個問題是卡的 我還沒辦法回應 沒辦法去解決的就是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去做 在做教育的人這麼多 有經驗有能力的老師 或是其他體制外的團體這麼多 我一個師大學生 連教程都沒修過 也沒有教過幾個人 我憑什麼來做這件事情 我憑什麼來 說我要為他們教育做些事情 那時候我其實這個問題 一直在我 在待生商業都解不開 然後到了出發那天 其實他還是在我腦裡面一直跑 所以我就還蠻適應的 就是到我出發之後 遇到的第一位老師 就算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我這位老師是台南的 山上佛中的江宇文主任 他們學校比較特別就是 學校養了大概二十幾隻山羊吧 對 那時候其實我當初 其實是為了羊去找他的 可是那時候我就跟他們想到說 我為什麼想做這個計畫 我就說了我們那個 陪高官來幫他孩子的故事 結果那個老師跟我講說 主任跟我講說 其實這個故事 並不是單一個案 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 就是我們這種 一路很順順利利 成為吃大學生成為老師的人 當我們面對這樣不同背景 不同環境的海底 這種情況發生是一個常態 他說有個我們 實際上我們國文系的學姐 來自上國中 後來帶一帶也是交不下去 結果又回到寫家裡去 他說那個學姐那個老師 在台北可能會是一個 讓你喜歡而且教得好的老師 就是那邊他的方法 就是不適用 就是沒有用的方法 然後才發現原來我不孤單嘛 不只應該說是這麼說 反正原來這種問題 不只是我遇到 那我想說 好我今天就是不懂 我就是無知 我就來問 那我來做什麼 我要幫大家 想做老師的人 收集一個武林秘籍 好既然我們今天不會嘛 我們沒有見過這些事件 那我就來問這些 厲害的人 然後把他們的方法 他們的想法記錄下來 也許我一輩子 對教育 跟教育的緣分 就到這裡而已 我可能就是 記錄完畢 然後可能就走到別條路 但是我覺得 能做到這樣也夠了吧 說有一天 一個人 可能他在想說老師 可能因為讀到我寫的東西 或是聽到我們節目 可能得到一些啟發 甚至感想 就改變做了教育 然後我覺得到這樣 我覺得這樣也夠啦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件 蠻浪漫的事情吧 留下一點什麼 然後可能等待別人去使用它 所以我就幫 那天 第一站之後 我就幫定下來一個目標 我這一站的目標就是 要幫想做老師的人 收集五名秘籍 幫他們記錄下來 就在一路上 我真的認識了非常多 很棒 很厲害 很優秀的老師 那今天真的 比較沒有機會跟大家一個分享 那我跟大家分享 一位老師 我是印象特別深刻的 那這台南 也是台南的 有康國中的蔡思惠老師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在路上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 不能有很多種問 我那時候問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 老師要做到什麼程度 才夠 那時候我在想的是 我們都說那個老師要 付出馬 然後我就聽到很多故事 是 老師下課之後 還留下來 客服到八九年時間 或者是 假日也開班 或者是 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我剛才有一個疑問 老師一定要做到 這麼多才叫一個 合格的老師 有沒有一條底線 就老師自討做到那樣 就叫合格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 我們會一直給老師邀請 邀請 我有時候會覺得 有點不合理 我就覺得好像老師 可能這真的是為了家庭 為了 他們的自己人人生要顧 你真的可以逼 要他把所有的一切都 投入在學生身上 對 這是我那時候的疑問 這是關於疑線 那我還覺得是一個 上限就是 老師就是要做到 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都說老師是要 影響學生去改變學生 但是 我們認為 我們叫他改的方向 真的是他該走的路嗎 或是不是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地質 加在孩子身上 說 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 那可以嗎 我們可以為這樣每個學生 去護 他們的未來 我們這可能是三年 六年的時間 我們可以為他 不會來去護理 我們會幫他 拉走一條 不適合他的路 我那時候 有這個疑問 所以問了老師這個問題 結果 老師回答我說 他就是等待 他就準備好所有的選項 盡量找到所有的選項 當學生需要他 他會在他身邊 去 當你需要的 老師一定會在 我覺得是做到一個 平伴 那時候我覺得 老師是一個蠻 我覺得他真的有 很大的一個小鬼 就是可以做到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都是有那個熱情嘛 希望幫別人 有時候看別人不行 就想要去幫他 想要去幫他 可是有時候 別人可能就是要過那個關卡 所以我覺得 他可以做到那種等待 我覺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也有些朋友 一些可能這樣 一些可能生活上 學業上的問題 要問我 我也不知道我該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就不禁跟老師說了一句 就說 老師你真的很有一個修為 結果老師 我想問他他在做到 結果老師跟我講說 他的妹妹 他的小妹 是突然 離開他的 所以他說 他是因為 這樣子一個 背景 他慢慢去想 他妹妹跟他最後這段關係 他想要說 他妹妹當初 沒有跟他求救 那會不會是 學生也沒跟你求救 不應該去動手 為什麼會這麼 這個老師讓我特別有感 是因為我的母親 也是突然離開我的 所以那時候聽到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去訪問關於教育之前 會問到什麼聲 而且 也是回應我生命上的一些問題 的答案 好 問題還是剩下一分二十秒左右 我真的很希望 我們今天的故事 能夠分享到這裡就好 但是 我真的不行 因為我覺得 如果先只講到這個 這個故事好 我覺得不夠 因為教育真的還有很多的一些問題在 我覺得如果只是等事太平 好像我今天就不該站在這裡 教育到底有哪些問題 我們用那張圖來做解好了 這是之前打學校的一張圖 就是教育 學校知識學習 生活管理 資源探索什麼 全部交給學校 就對了 我要說一件事情 打學校這張圖真的沒做好 他真的沒做好 為什麼 因為還有更多問題在這邊 有一大堆問題在這邊 我分享一個故事 這是桃園的一個老 一個主任 他說他有個 那個學生想脫離幫派 學生就來找他說 主任主任 我不想再換了 可不可以幫我跟我老大講一聲 我們那個主任說 你是叫我去跟他談判嗎 就我們跟那個主任 就真的去跟他老大談判 然後真的還把那個學生給拉出來了 OK 我們這是一個小故事而已 可是我們知道 教育只有太多問題 跟教育本身無關了 來自家庭 來自環境 來自背景 這些事情 然後跟教育也有這些關係 那你老師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 也要回應到那個問題 當你的學生 你這些情況 你要出手 還是 為什麼就等到你出手 他說我當你要 是需要老師做這一步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我們的社會 有些部分 好像沒有盡到很開眼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的期待跟要求 在老師身上 我覺得 真的我在走下來 我覺得老師遇到最大的一個挑戰 但等到下來 我覺得真的 我常常會有種感覺 是我在希望跟失望之中徘徊 所以有時候看到這些那種 了不起的老師 我真的能給他 只能尊敬他 我覺得真的 了不起 可是有時候看到 老師們都這麼努力 他們在補的是一個有破洞的網 這個社會的狀況 造成孩子有這些情形 然後他卻必要 一直要去老師們去 去想辦法去改善 去修正 我覺得 就會讓我有時候覺得很失望 覺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整整上下來 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很開心 常常都是 尤其那種沒有行程的時候 一個人 躺在床上一整天都不會想到 我覺得 到底怎麼 到底怎麼 可是說真的 我後來有個轉念 我覺得 比其一直這樣去想 那不如就像這些老師一樣 去做些什麼事情 有些老師 有可能只是班導 他就把一個班警告好 主任 把一所學校做好 校長 就更把一個學校規劃好 我覺得 至少是做到地理做的事情 就像我能夠去環島 去訪問 去把這些故事 告訴更多人 我覺得至少 不要成為他們的阻礙 因為 教育界有其他很多老師 可能已經 因為這些環境 要放棄 而消沉 我覺得 我至少不要成為這樣的一個主愛 我希望能不能知道這樣 而且說真的 一路下來 真的可以看到 非常多感動的事情 因為有挑戰 才會感動 但是我覺得 我更喜歡感動的另外一個解釋 有感 然後行動 當你有些感受之後 你願意再多跨出去 做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今天最後 二十幾秒嘛 我想給大家最後一句話就是 給自己一個理由 出發 我說 大家不一定要關心教育 雖然你今天出去之後 對教育沒有關你興趣 我也覺得沒關係 但是你在乎什麼 你想要改變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你必須出發 去做的這些事情 因為我相信 出發之後 終點就不遠了 也許 世界會因為我們而改變 也許世界不會 但是至少 我們的事情會有些不一樣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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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想要 背了一個腰包對不對 就是我們環島整套下來的一個 一個狀廢 所以 剛剛OB一上來介紹 但就背了一天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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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就是那個 原本今天想要穿一下環島的服裝 不過後來真的太冷 然後覺得這是比較正式的場合 然後穿著這個不得性 德性 德性 對 所以他看了一個道具 希望你記得那段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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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